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法 所谓的观点 也进行一些分析 上海这一轮的疫情下来 三月份以来越来越严重了 海外的一些自媒体 包括一些所谓的反贼 对上海人嘲讽有加 我个人对这样的一种价值观的错乱 非常谨慎 非常警惕 也很怀疑 但是他们受到很多的追捧 一些大V了 我还是与他们有一定的距离 今天的节目也会重点提一提张文宏医生 因为不少的声音 从3月30到3月31日都强调 张文宏已经被去职了 被免职了 对他的追责问责正在进行之中 那我透过上海一位比较知名的教授 他也了解上海疫情防控的总体的策略 他就披露 根据他的了解 张文宏目前仍然在职 但情况非常的危险 好的 先来看一看上海最新的情况 3月31日上午上海官方新闻发布会 刚刚结束 在我做这一则视频之前 现在透露的最新的一个信息 就是上海的官方就表示 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正在努力改进 就提到了这一次疫情防控出现的 目前来看至少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非常的严重 那么表达了 诚恳接受大家批评的这个人是谁呢 是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上海市政府的秘书长 所以级别是比较的高 哪两个问题呢 第一点就是说 针对奥密克戎感染者大幅增长的情况 上海的准备是不够充分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一些防控措施执行不到位 落实不到位 有的风控地区群众生活保障不够周到 其实说的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技术层面 对于病毒本身的应对准备出了问题 第二点 后勤保障出了问题 那现在透过社交平台上的信息来看 是出了大问题 当然这一位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上海市政府秘书长 他说法呢 是比较的婉转 还留了余地 他说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他没有直接说 我们做错了 我们向社会公众道歉 所以可以看到 你要说上海官方真的是心服口服 心悦诚服 然后呢会痛定思痛 痛改前非 那如果您做这样的判断 目前来说 可能就是太乐观了 有必要一提的就是 同样是在3月31日 也就是上海官方发布会之前 上海的官方媒体就发布了 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制权势人民的一封信 称上海人为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然后做了一番对眼下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的解释 安抚 同时呢也呼吁各界能够积极的配合 把各项的处置措施给他做好 共同守护上海这个家园 守护上海这一座城市 关于所谓的慰问性或者是公开性 在中国这一轮疫情 2022年1月份发生发展以来 不少地方大到一些直辖市 一些地级市 小到一些县都在频繁的用这个策略 比较突出的或者说最早的 其实还是在天津 在李鸿忠的志向 1月中旬的时候 天津市委市政府就发了一封慰问信 把天津人称为全市父老乡亲 当时其实已经有一些天津人 在社交平台上说 听到这个称呼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有一些公开信 慰问信下笔千言 此早比较的华丽 有一些公开信呢 短短的其实就是几百个字 而且呢错漏百出 所以总的来看 作为一种宣传手段 慰问性公开性 那确实是一种宣传的办法了 它在疫情防控过程之中 所起到的作用 已经是越来越小了 好 接下去就言归正传 再说回3月31日上午刚刚结束的 上海官方的疫情发布会 前面提到的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马春雷 还有一个说法 我个人觉得非常引人关注 他说呢 上海将根据筛查的结果 充分听取国家专家组的意见 科学合理的确定管控解封方案 那从明面上来听来看 就是说 上海未来一段时间 疫情防控策略思路是怎么样的 官员说的是这个意思 但是听话听音 他透露的一个信息 也比较的明确 就是说 目前上海疫情防控啊 上海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这个机制下的一些专家 恐怕是已经靠边站了 至少说发挥的作用 大不如前 而且他们发挥意见 最后还是要由中国国家层面的专家组来进行统筹 然后商量好 决定好 再报给决策者 所以呈现了这样的一个总体的策略 这其中的背景结合上海这一轮疫情的发展来看 也比较的清楚 在上海的技术官僚之中 首先 队伍是比较的庞大 另外呢 专业技术方面确实是 很精进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波技术官僚之中 倾向于 要更大程度的接纳奥密克戎病毒的技术官僚 他所占的比例 上海是比较的高 观点表达的也比较的直接 最突出的当然是张文宏医生了 那么有必要一提的是 就在3月31日的这一次记者发布会上 坐在主席台的 包括 吴敬雷 她是上海市卫健委的主任 包括吴凡女士 被称为上海的防疫抗疫的女将 她是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专家组的成员 其实这两位呢 也普遍被认为 是强调精准防控的 当然了 如果说再简单直白一点说 那就是包括张文宏 包括吴敬雷 包括吴凡 普遍被解读成为 是中国 至少说在上海这一块地面上呢 是主张要与病毒共存的 所以说现在上海的事情 上海的疫情防控 居然要提及 由中国国家层面 由中国卫健委的层面来管控 这个其实是在吉林正在发生的事情 是之前陕西西安发生过的事情 现在是发生在了上海 不知道像吴敬雷 像吴凡 因为他两人在现场嘛 内心是怎样的一个感想 接下去就重点聊一聊 张文宏医生了 所谓的聊一聊 除了文字上的比对 公开信息的咬文嚼字 来寻根跑底之外 我也联系了上海目前护上 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位教授 他了解上海疫情防控的 总体的策略和思路 他就介绍张文宏的相关的情况 他认为目前情况非常的危险 张文宏医生 这两天方间的一个说法 包括海外的一些媒体都提到了 说张文宏已经是被免职了 被去职了 意味着上海官方正在对他进行追责和问责 事出有因主要是说 3月28日 乌敬雷他作为上海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主任 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然后3月28日 上海官方的媒体 普遍就提到了乌敬雷的 另外一个头衔 就是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医疗救治组组长 很多人觉得这个头衔 似曾眼熟 认为这是张文宏医生的一个头衔 那么首先呢 从文字角度来看 乌敬雷的这个头衔和张文宏的头衔 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张文宏的职务 除了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的主任之外 他另外一个在上海疫情防控方面的头衔呢 是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那么刚才前面提到的乌敬雷呢 是医疗救治组组长 这个仅是从文字上 从字面上来看 就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当然西方的一些媒体 中文媒体了 还是咬定 说张文宏已经被免职了 户上的这一位知名的教授 因为事情比较的敏感 他不愿意具名 他告诉我 他是在三月三十晚间告诉我的 就是根据他了解的最新的情况 张文宏还在位置上 就是说仍然是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医疗救治专家组的组长 而且这位教授还稍微介绍了一下 上海疫情防控这个总体的情况 就是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这个机制下面一共是有十个小组 张文宏至少是其中两个小组的组长负责人 一个呢就叫做救治专家组 他是组长 另外一个就叫做专家组 或者说专家工作组 他也是组长 这是两个小组 张文宏 而乌敬雷呢 他是整体机制下的另外一个小组 叫做医疗救治组的组长 所以确实是不同的 这位教授就特别强调 这位知情人还特别强调 从2020年起 乌敬雷就是医疗救治组组长 张文宏也一直担任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后来随着上海进入了疫情常态化的防控 张文宏就同另外一位专家一起担任领导小组下面的专家工作组 也就是他承担了两个组长的职位 所以透过这位教授所介绍的 那么上海确实因为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充足 所以一口气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这个机制下面有十个小组 那有没有叠床架屋的成分呢 有没有交叉管理的可能呢 这些技术官僚之间彼此是怎么样协调的呢 那这些细节目前就外界并不清楚 此外这一位护上的知名教授他也特别就强调呢 他了解的情况啊 张文宏的处境境遇是非常的危险 有些人是喜欢他 有些人不喜欢他 那么他的职位 他的地位威望都有可能受到挑战 所以他说的危险主要还是指的这个层面 此外还有一点 我觉得特别要和朋友们分享的就是 这位护上的教授就特别介绍强调了 张文宏医生和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关系非常密切 这是他的原文 那么我就问能不能给几个例子呢 这位教授就表示事情非常的敏感 他无可奉告 不管怎么样 这一位上海的知情人士 还是提供了第一视角的信息 以及相关的观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此前啊 张文宏这样的一种非常果敢的风格 这样的直言不讳的讲话的方式 包括其实他对与病毒共存说 确实是距离比较近 这样的一种姿态 在中国社交平台上是引发了普遍的关注和争议 其实比较长时间以来啊 就是说张文宏他背后是什么高人在对他进行指点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高层在对他表达支持 方前早就有议论了 比较有迹可循的就是张文宏是浙江瑞岸人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也是浙江瑞岸人 所以此前方前是有这样的猜测的 那么现在上海的知情人士 体制内的人士所透露出来的一个核心信息 我个人觉得也方便大家去理解上海此前的一些疫情防控措施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不是那个样子 同时呢也提供了一个参照 就是上海疫情防控未来的一个走向 有可能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上海究竟怎么走呢 你要说上海官方能够给出很明确的答案 尤其是这个答案又能让普通的上海人感到安心 感到有一点底气 那确实上海官方压力也非常的大 不过援引乌敬雷在3月31日的说法吧 就是上海官方目前在做的 就是对第一批地区浦东那一块筛查的结果 进行综合的研判 同时要确保第二批地区浦西那边 无缝的衔接把人员分控起来 把核酸的筛查两轮给他做起来 所以总的来看呢 那也简单的说就是从严从实 在上海的严格的封控措施之后 上海官方发布的关于新冠确诊的数字 就很有看点了 3月30上海报告的本土确诊的病例是355例 那么已经少过3月29日的326例 少了29例 不过仍然是在高位运行 但是另外一个数字 上海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3月30报告的病例是5298例 已经少于3月29日的5656例 而且这个下降的是几百人之多 所以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一个拐点呢 当然只是两天数据的横向 比较是比较的难 其实在3月份上海这一轮疫情发展以来 在无症状感染者还有几十例到几百例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人数有起起伏伏 有高高低低 但是近10天以来 在上海的无症状感染者本土的数字 进入了1000 2000这个高位的时候呢 这个是上海第一次出现无症状感染者的减少 近10天以来的一大变化 当然了 关于这些数字 质疑上海方面有涉嫌造假的声音 社交平台上从来并不显见 中国国内有 中国以外的那更多了 但是上海官方毫无疑问 也要考虑到造假的成本代价很高 一个谎言要拿更多的谎言去补 同时呢 现在在上海的专家目前来看 各个层面的本土的有 外省的有 然后再加上国务院这个层面的 所以如果说数字要动一动 要大动一下 那涉及到的因素是比较的多了 节目的最后 我就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也欢迎朋友们在视频下方留言 就是过往做节目以来 有一些上海人就留言说 感谢你对上海人的关心 我觉得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共情和共鸣 我个人也很难理解 所谓的一些反贼 一些所谓的大V 对上海人这样的冷嘲 热讽 这样的价值观的紊乱 我个人是很难理解的 因为对疫情的关注 我持续联系 采访和一些上海朋友人交流 有一些也就是纯粹的唠嗑了 总体的感觉 因为你身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你没有更多的心思 去探讨 去分析 所谓的清零和共存 普遍的一个想法 就是保命要紧 把家人照顾好 对朋友们说一声珍重 这个就是上海人最真实的一个生活的常态 因为普通人可能说一下子很难改变官方的决策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有一些中国人说您离开了中国去到国外 目测就您觉得自己不是中国人了 对一个很庞大的群体 冷嘲 热讽 语言暴力 这个不管从情感还是逻辑上都是 说不通的 说不过去的 最紧要的还是得看上海官方 上海市委也好 上海市政府也罢 究竟在干什么呢 就这一轮的疫情来说 尤其是从3月18日以来的风控来讲 上海方面那确实是疏漏太多 酿成的错误太多 酿成的悲剧也太多了 你们不管什么防控吧 什么理念 什么总策略 总思路 那么一边乡 轻症的人 无症状感染者 在方舱医院 在隔离中心 在玩手机 在自拍 然后大量的医护人员还在平密的进驻 另外一边想 很多人求医问诊 无门 特别是一些疑难杂症 还有一些重大疾病 癌症病人的后续的放疗 化疗 一些病人需要血透 跟不上去 你不管是怎么样的思路决策 都没有说服力了 上海这两三天 人事异动比较的多 最新的就是重庆原副市长 陈金山转任 上海市委常委 所以方舰也在猜测 中国共产党的高层 对于上海的疫情 还会有一些调整 让我们持续的来关注吧 再一次祝福上海人 希望大家都平安 多健康 谢谢各位